中国在两会中提出要实行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推动中美平等互利经贸关系向前发展 这对海外华人同胞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 美国浙江经贸文化联合会会长马壮表示 母国的强盛让海外华人华侨无比自豪 中美两国关系的改善对于稳定世界形势促进和平有为重要 与在美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在美华人华侨愿为增进两国的友好关系做出自己的贡献 2021年农历新年刚过 美国开始全面接种疫苗 在即将迎来全面开放之际 传来了中国政协人大第13届第4次会议在北京召开的消息 会议确定了2021年GDP6%的增长目标 并开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第14个五年计划 这让在美华人华侨感到欢心 中美间的这两件重要大事 标志着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各自在抗击病毒的方面都取得了伟大成就 人类即将再一次的战胜病毒迎来一个新的时代 美国各界的华人华侨心系母国热爱所在国 去年无私捐助积极资源中美两地抗疫物资的善举 两国政府和人民不会忘记 为所在国做贡献 时时不忘关心母国的发展 是赞美华人华侨的一贯传统 这次中国政协人大第13届第4次会议提出 要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 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 推动中美平等互利经贸关系向前发展 这对我们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母国的强盛 让海外华人华侨无比自豪 两国关系的改善 对稳定世界形势 促进和平优位重要 与赞美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赞美华人华侨愿为增进两国的友好关系 做出自己的贡献 驻中国政协人大第13届第4次会议圆满成功 开取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历程 美国华人妇女联合会会长中学正表示 全国两会的召开 不仅是国内同胞的大事 也是我们海外侨胞所期待和盼望的大事 美国华人妇女联合会愿在中美各项事业建设中 发挥积极的作用 全国两会的召开不仅是国内同胞的大事 也是我们海外侨胞所期待的大事 李克强总理在13届全国人大 事实会议工作报告中 对新时代海外侨胞和龟桥在祖国建设和抗击新冠 即在实现全面脱贫中给予高度肯定 大打揭发了广大海外侨胞在参与第二个北年的奋斗热情 在祖国各项事业建设中 发挥我们海外侨胞和我们美国华人妇女联合会的作用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国泰民安 祝愿两会圆满成功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